我快乐的云 下单陶特APP摇一摇 十品生鲜 百万件九块九风顶 提醒您本期看点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节 欢迎24G乐 今天的节目知识惊喜连连 欢迎宜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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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有点儿中西何异 欢迎宜刚老师 欢迎宜刚老师 冰城新要得空的张兴成 欢迎宜刚老师 一起来完成这个精彩的表演 热火朝天 混混 混混 让我们接着送月 安静 这首歌曲特别需要声色亮 接着舞 特别像参加了一个减肥班 哈哈哈哈 哦 不请问问问好 我是快乐大北云 首先合作伙伴 淘特APP 摇一摇 生命生鲜 百万件九块九封顶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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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有你在身边 所以明天快乐就一走 欢迎收看 我快乐大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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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o S10系列手机 自然柔光人像 照亮我的美 大家好我们是 快乐家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首届赞赞我的国的 国风音乐节 原来是个音乐节啊 音乐节你看我们今天来的都是音乐发烧友 而且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音乐节了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在这个集市的时候啊小贩们然后呢包括很多做生意的人都会高声的叫卖 他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就是古代的这个音乐节的感觉 发源就是那种在集市上面是不是 对我们今天都做了这个非常帅气的古装的打扮好看的古装的打扮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首先活泼的镯子正在湖南卫视热播我们欢迎牛俊峰 大家好 大家好 贵乐家族的哥哥姐姐们好 我是演员牛俊峰 欢迎牛牛 欢迎 好帅啊 这个古装的造型 对啊 他有一种英气很适合这个扮想 是 而且你们两个都穿的暗色的衣服好像来自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很帅啊 就你们俩有一种好厉害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集市上的磨剪刀族 好 下面这位朋友呢又一次来到快乐大饼 我不知道他办古装的机会多不多啊 但是我今天看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欢迎我们可爱的宋雨琪 欢迎雨琪 大家好 我是歌手小栋 宋雨琪 大家好 今天办古装是不是感觉很新鲜 对 因为我没有拍过戏嘛 然后我也是想一直有一种过古装那个影 然后今天也是有机会 希望各位导演看看我 对 还不错的 是 我们所有的导演周六都喜欢看快乐大饼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励志夫妇来到我们快乐大饼了 他们两个主演的这个光芒呢 现在也在湖南卫视热播 我们欢迎我们的张星成和蔡文静 大家好 我是张星成 这旁边的这位来你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张星成左边的蔡文静 因为文静是第一次来快乐大饼 对 所以那个星成得多那个带带他好不好 我刚刚跟他说我今天整场要粘死在他的左边了 也不用整场 前面是有站位的 那后面都有在分 好 来 欢迎文静 欢迎新成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光芒 今天小童这个长变的还是蛮帅的 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余小童又来了 欢迎小童 好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快乐大饼的常客了 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的非常多好看的扮相 今天这个我个人也觉得 我听说你很喜欢红色的戏服对不对 对 今天这个红好像没有那么 恰巧了 我就穿了你鞋 我们欢迎我们的白鲁 嗨 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鲁 又一次来到快乐大饼 非常的开心 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作品这个热播 对 清零了已经 现在就是又把那些荣耀都抛代了过后吗 老后吗 要重新出发是不是 是 好 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 我们刚才在出场的时候 好像大家从一个画里走出来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画里面呢 领略了这个明月演奏的魅力 而且很有趣的是 我们用大家非常熟悉的民间乐器 演奏了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些现在流行的歌曲 听说呢他们是从宫里特别赶来的 也是我们今天国风音乐节最为特别的表演队伍 他们据说已经一千多岁了 欢迎来自成都的二十四季乐 欢迎 欢迎 听说你们有一个称号叫做 一千一百零二岁的女子乐团 对 那我们的原型呢 是一千一百零二年前的唐朝 在五代十国的前属时期有一幅石刻图 上面就是二十四名乐季还有五季 看到了 所以它的名字呢就被称为二十四季乐 这幅石刻图呢也是至今为止 唯一考古发现的完整反应 唐代宫廷音乐的文物 那你们本人还是好看一些的 谢谢何老师 就是要从这个石刻复刻下来是不是 对 我们的服饰还有服装呢 都是复原的 其中最难的就是我们乐器的复原 其实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乐器 也特别适合了演奏 我觉得我们当下比较喜欢听流行音乐 就是中软 中软 对 因为它声音跟吉他好像特别像 是的 我们的这个中软呢 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历史悠久的 传统的民族乐器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中软一共是有四根琴弦的 二十四个品 上面的这个横条就是我们的品 代表了我们的四个季节 还有二十四节气 大家都应该知道招军初赛 然后说招军抱的是琵琶 但不是的 招军抱的是软 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展示一个什么样的曲子呢 好好听 对啊 古典吉他那种 好有感觉喔 好有感觉喔 能不能再见你 哇 中软一也太好听了吧 谢谢 谢谢 哇 今天呢我们后面的环节里面 我们的二十四季月 还会跟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待会儿也期待一下 我们女孩们精彩的演出 好不好 再一次欢迎你们 来到海的当地 谢谢 还精彩 来吧 我们先分个队 大家好 我们是 日月同辉 万丈光芒 花架子 花架子 还看我们来点实力派的 来吧 准备 开始 大家好 我们是 盛世美颜 把美颜关掉 搞了半天对方是个滤镜 对 能不能来个圆图 我们下面这个游戏 是叫做明月版的萝卜蹲 这个游戏是有门槛的 那首先你得汇一个乐器 因为我们今天的萝卜蹲 是明月版 所以所有的蹲要改成吹 吹什么呢 吹唆呐 或者是葫芦丝 我想问一下佳佳老师 葫芦丝难吗 入门 就只要吹出声来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是吧 那再问一下一飞 唆呐呢 更简单 真的吗 不可能 我试过吹唆呐和那个葫芦丝 我觉得葫芦丝要容易一些 但我想要试一下唆呐 好 每个人去拿一个乐器 好不好 我觉得葫芦丝应该简单一点 葫芦丝能吹出声音吗 拿要很使劲上去 好 唆呐上回玩过 没玩过这个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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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首先 佐纳班的小朋友在这边集合 佐纳班 为什么那么痒啊 吹起来 哪里痒 嘴皮子痒 依菲讲一讲 依菲 佐纳她发生的原理 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哨片 就是佳哥说她的嘴巴痒 就是因为哨片在震动 然后嘴巴在这个铁丝的地方 放着就可以 我们的拿吐鲁丝的手势 是左手在上面 这只手在下面 所以是用左手挡住吗 对 左手 然后等会吹的时候 就可以按住 这个左手的大拇指 和左手的食指 按住这两个孔就可以了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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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现在不要轻易地吹乐器了 我们来每个人给自己 起一个鼓风捏撑 原来是萝卜蹲 萝卜蹲 萝卜蹲完黄瓜蹲 是这样的吧 所有蹲都要变成吹 就是萝卜 萝卜 萝卜 玩黄瓜 好 这样 如果你没有吹响 就淘汰 罗子 然后每个人要起个 鼓风的捏撑好不好 来 我叫醉里挑灯看你 什么 我叫清风百里徐来 清风百里徐来 我叫清禾崔氏时宜 啥位 清禾是一个地名 崔氏是他姓崔 然后他叫石宜 对 清禾崔氏时宜 原来这个过 所以记不住 记不住 搞疯了 娜娜 你叫啥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六字以内 六字以内 风在笑 我在闹 你看 显显易抖 很开心 对 风在笑 我在闹 家 家政你叫什么 我叫沉醉不知归路 好听哦 如梦令 沉醉不知归路 我叫梦里震撼一笑 我接他这个 好 到我们了 我叫桃李又笑春风 可以可以 就这个非常有意境 那现在那种都是酒有关 那种最后各分散 有点那种 特别像那几年学校 同学自己想写点诗 对 好 蔡文静叫什么呢 我帮你们来一个抬头 好 《红尘非子孝》 《红尘非子孝》 真臭的感觉 多一个字都不行 木然回首那人 来 涛涛 叫杜树下乘凉 可以可以可以 先把你搞走 好 重复一遍 我叫桃李又笑春风 最后各分散 最后各分散 《红尘非子孝》 木然回首那人 木然回首 杜树下乘凉 好 来 醉里挑灯看你 我叫清风百里徐来 清河催事时宜 风在闹 我在想 风在笑 我在闹 沉醉不知归处 归路 归路 梦里震撼一笑 好难啊 你们记住了吗 我一个都没记住 因为你们滤镜队多一个人 所以呢 你们先派一个人来 先发球 好不好 我叫什么呢 沉醉不知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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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杜树下乘凉 杜树下乘凉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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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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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成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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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他给他 好 不是 因为我这个是 我这个是雷败 你知道吗 他会正常听会晚一点 接下来真的要淘汰了 说错了和没出声的 都要淘汰 好 来吧 开始 杜树下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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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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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 你是什么 你是梦里虎去一阵 你才虎去一阵 别加他了 来 木人回首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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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快 梦里 震撼一笑 梦里震撼一笑 帮我那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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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听见了 有 有 有 无心没有吹出声 淘汰 我淘汰了吗 清河催世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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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红尘非子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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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捏住 你还有一个眼 还有一个眼 5 4 3 按住了 按住了 使劲 2 1 有 有 有 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可以 可以 红尘非子孝 胡生非子孝 胡生非子孝 玩 清风百里徐来 清风百里徐来 他怎么有颤音 清风百里徐来 清风百里徐来 放开 晚安 最后个分散 太好笑了 你这好有情绪 最后个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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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最理条东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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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默然回首那人 默然回首那人 没事 我们继续 那我们换文静上 红尸飞子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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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清风百里徐来 清风 蹲 蹲 蹲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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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白鹿来 白鹿渚来 清合吹史詩怡 清合吹史诗怡 喝 今合吹史詩怡 晚 督输夏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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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挑的看你 晚 晚 没说晚 走走走 어� 而且是顺利挑的 最李挑的 没事 走 你走 没事 咱们只要想不起我来 咱们就敌敌赢 我们就赢到底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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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对啊 何老师叫什么来着 何老师是什么 草什么 何老师是什么 我都忘 桃花佑 前面是桃李 桃李佑 桃李佑 桃李佑什么 桃李佑什么 来吧 我来吧 来吧 解你们一个疑惑 桃李佑笑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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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个上 沉醉不知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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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逃离又春风 又笑春风 走 又笑春风 走 走 走 你不要跑 来 白鹿上 亲好村市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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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又笑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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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一位三 独战 一战到底来 干掉最后隔分赛 好 最后隔分赛 加油 你可以 你也可以 加油 来 走 亲合岁氏十一 玩 最后隔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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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你的手滑 倒 再见 来 小童来 走 最后两天看你 来 最后一个分散 开门了 打开门了 加油 一位一 加油 我的天 加油 来 可以 对着 可以 过 过 上这儿 上 加油 加油 清禾最正实义 我先吗 你先吗 终极PK 最后PK 清禾催事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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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最后个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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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清禾催事实义 最后个分散 清禾催事实义 最后个分散 完 最后个分散 完 亲口最识十一 完 最后个分散 完 亲口最识十一 最后个分散 完 最后个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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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亲口最识十一 完 最后个分散 好 我觉得我们要不识都解脱不完 平局 平局 好 精彩 这只是一个暖身的小游戏 我们就要马上 啥 马上进入到我们明月猜歌的环节 加油 加油 下回奥特APP摇一摇 实体生鲜 百万件九块九封顶 提醒您稍后看点 来 欢迎你 爱恨就在哪里春天 爱恨就在哪里春天 欢迎易甲老师 年轻 新舞台 火候的火候 哼 不情 文号 国线快乐大北语首线合作伙伴 Hotad App 摇一摇身体商鲜 百万线九块九封顶 波娃娃娃娃娃娃娃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比营 Vivo S10系列手机自然柔光人像照亮我的美 大家好 我们是快乐家族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汰APP下载淘汰APP摇一摇 食品生鲜百万件九块九封顶 接下来还有更加美妙有趣的国风音乐 一起来期待吧 欢迎来到我们国风音乐鞋的这个游戏环节 名字要做明月猜歌 明月猜歌 游戏规则24季月 依次演奏歌曲 参赛者可随时跑到园台进行抢答 抢答过程中必须用导演组规定的舞蹈动作 答错接受喷气惩罚 答对可决定对方队伍中任一人 进入舞蹈区文歌起舞 直到舞蹈区跳舞的队员答对一题 才可置换对方队伍中一人替换自己 在舞蹈区跳舞 答对数目多的一队获得胜利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舞蹈动作 公布答案呢 也是请我们的这个老师公布答案 用乐器来公布答案 我们来听听回答正确的声音 对不起 回答错误 太难过了 我们请听第一首歌 来 来 S.H.E 什么 波斯猫 听一下 是波斯猫吗 三 二 一 答错了 来 请回原位 坐 继续 他会继续演的 继续 断点 来 继续接上 诶 动作 动作 何老师 你太沉醉于这个动作了 一定要标准 我觉得白露有前面几步是跳的 就是跳上来的 没有做那个动作 好 那何老师先打 白露在后面排队 三 歌名声 二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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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露 白露 两场耳朵提高情绪 他提醒了 不对 不对 他提醒了 下面的人提醒了 你去跳舞 来 转 转 来 我们听听 答案是否正确呢 三 二 一 不是就是这首歌啊 我知道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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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不会跳舞 可以 我们为什么要让 擅长跳舞的人去跳舞呢 你要拿着吗 因为你在那也有资格抢 但是你比我们远 我从那边抢过来吗 可以的 你刚才坐在那你都打出来了 下一首 谢谢大家第一个 如果我只是一只羊 谁叫我只是一只羊 也不对 喜羊羊与灰太郎 喜羊羊 牛俊峰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你要选择对面的一个人 来替换你们当中的一个 你是选择自己 还是选择替换于晓彤 晓彤哥 来 老同回去吧 好感人 好感人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啊 这证明她有多爱跳舞呀 牛牛跳舞过来 是不是想让 是不是想让我带带她呀 来 下一首 谢谢那 第一个 修炼爱情 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修炼爱情 并欣赏这对兄弟的舞蹈 最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春为谁 是一种勇敢 请再悲痛一脸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原谅 为一张连续一样一时伸晓 别将想念我 我非受不了解 精彩 接下来是谢娜 将挑选一位对面的队友 那么就请最后各分散的 冲一下 我刚才都没敢看那姐的眼睛 所以正是将你眼睛闭了起 恭喜 好 带带我 带带我 我们再将欣赏一遍修炼爱情 来 预备 起 天真 时常爱 再要脸成泪水 记忆中勇敢 接下来是喜羊羊 新穷本来就找得上喜羊羊 新穷本来就找得上喜羊羊 今天我扮演的是灰太狼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接下来要换动作了 我们看看第二个 抢歌的动作是什么 请看 《丽人行》 他是这样反的 我觉得可以 来了 预备 开始 停 这个太糊涂了 这扣不扣分 这不行 这我真的 我这一关过不去好不好 这不行 不是 星成 他是这样的 对 涛涛那个是对的 你看涛涛那个是对的 对 你再做完 好 请回答歌名是 《霍元甲》 对吗 继续听 太少了 我都没听到几个音 你们就听出来 来 停 来 停 韩老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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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怎么来的怎么 韩老师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哎 哎 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再多听一点 再多听 再多听一点 听到温柱我知道 的少年中国术 不公平这是杰哥的歌 好 非常精彩 好 非常精彩 你们可以跳一个人进行舞蹈 你跟我说一个谁跟你一起 你觉得跟谁搭跳舞更合适 我那个 因为欣姐毕竟是老搭档了 你跟我说一个谁跟你一起 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默契 白鲁 你过来一下 白鲁 你过来一下 耶 扎一手 好 谢谢 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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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春光灿烂 猪八戒 下一个是何老师 来 好春光 有音乐卷子跳 有音乐卷子跳 团操客 真的是逼到绝路了 再一次谢谢我们24G乐的老师们 谢谢辛苦你们了 谢谢 谢谢 来 进入下一个游戏 欢迎大家来到 开乐大逼和陶特APP联合打造的 我们 特会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陶特APP 下载陶特APP摇一摇 视频生鲜 百万件 九块九封顶 好 那么其实呢 国乐有非常多的这个 吹 拉 弹 唱的讲究 那么下面这个环节叫 国乐歌唱 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 那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越来越喜欢国风歌曲 包括有很多的音乐人 也在前行的创作很多的国风歌曲 那么其实国风歌曲当中 也有一些属于这个系列里面的独特的唱腔 我们有个短片来总结了一下 一起来看 国风唱法之 细腔 随着国风国潮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起爱上了传统文化 在音乐里 细腔 与流行音乐的结合 成为了当下最时尚的表达 从早期的后员讲 再到近期的赤岭 千丝戏 气腔元素 成为了这些歌曲的高峰所在 想要唱好气腔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必须要拥有 超稳超长的气息 还要学会真假英的灵活转换 怎么样 现场的你也想来挑战一下吗 哇 有这么多的讲究 对 你看有气息 有这个腔料 包括甚至咬字 动作 身段 对 那下面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大家可能注意到 娜娜不见了 怎么回事呢 她马上要化身谢贵妃 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特别表演 好不好 好我们欢迎娜娜 精彩的及彩影 明朗 好 青蛤蝶 回来去忘卦 梦为的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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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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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唱了 我一直在后边看着她的表演 你看到 对 我在后边能看到 我依稀感觉说 好像我又回到2012年上春晚的时候 那个情绪 老师评价一下我们娜娜的模仿好不好 唱得特别好 演得也特别好 老师你这样你回头 她播出的时候 因为刚才我们是在正面看的 她是每一帧每一帧画面去模仿你的表情眼神 爱恨就爱你衰竭 梦回答她 刚才真的是挺像的对不对 非常像 非常像的 非常好看 我从背影也能看得出来 少来了 背影都看得出来 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国风音乐节上 我们请到了李宜刚老师真太开心了 掌声再次欢迎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娜娜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不好 你这个水秀舞得非常好 这个 很难是不是 我有照着那个李老师去练 我刚才可担心了 因为她其实舞起来很有难度 是 我觉得她已经练得很细了 比如说脱掉衣服以后 因为她需要找这个棒子 然后我之前弄完以后 我要找就不好看 她设计了这个动作摸棒子 摸到了 对 对 观察得很细 太厉害了 好 谢谢娜娜 好 请休息 谢谢 老师刚才我们其实听到您的这个细腔 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觉得很多现在喜欢唱国风歌曲的年轻人 在细腔这个方面 其实是需要一些点拨 那老师 你能不能有一些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教我们 可以入门一下这个细腔的唱法 细腔是吧 最简单的就是学猫叫 学猫叫 你们可以试一试 对 就这个声音 为什么说学猫叫是特别好 第一个她一下子 能够很快找到那个 声音的共鸣位置 就是那个假声 对 如果是 这是字头 如果字符的话 就是 完整起来就是 我经常就是这样练声 我觉得这只猫是穿越千年而已 好棒一只老猫 哈哈 那我们最后请老师很简单的 用戏腔给我们展示一个我们熟悉的歌曲 让我们来找找感觉好不好 什么歌 比如说刚才我们唱那个 轰轰轰那个 老师有没有可以用 对 流行歌 对 您试试看 怎么唱轰轰轰 拉长耳朵 提高警觉神经喜好全面结尾 你的电话绝不熬接 人爱人爱人 你的和弦领 好妙啊 好妙啊 李老师 你看我人都下来了 我的衣服还在台上 谢谢老师 老师你坐到中间 来掌声再次欢迎李宜刚老师 用不用我帮你 李老师请把我的衣服拿下来 来嘞 下面我们有个挑战 每首歌我们在每一队都会派出一位同学来稍微模仿一下 请李宜刚老师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更优秀的 我们首先来听歌的片段 来请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首先我们光芒队派出的是励志夫妇里面的蔡文静 蔡文静 你可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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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蔡文静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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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人长寸 心碎离别歌 金子能落寞 哈长许亦先来河 奇母气 奇目落 谁时刻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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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会唱的 这唱很好 这唱很好 而且她声音有一种 不管不顾的那种勇气的感觉 是不是 老师你一点评一下 她的声音有点中西合璧 是不是 听到了一些金属感 我觉得她要是跟新城合唱的话 她们俩的声音会蛮有搭的感觉 是 好 谢谢文静 这是我们光芒队的 不错 这个初战的队员 但是终究会输给我们 美颜盛世 因为盛世美颜队要派出 本来就有多年老生功底的 我们的牛俊锋 牛牛 我也要唱《淡绝》吗 李老师我学了十几年的老生 那我用老生唱吧 好吗 你跟李玉刚老师来一个 来一个 对 他要唱男生 你唱男生 我唱女生 好 年起 年起调 嗯 台下人走过 不见旧燕色 海上人唱着 心碎的别歌 情死难落不过 他长许已是来火 西暮起 西暮落 水是渴可 西暮起 西暮落 水是渴可 西暮起 西暮落 水是渴可 我的天 这是个这么专业的环节吗 太专业了 老师 老师 你得平一次 就是蔡文静和牛俊锋 这一次你要把票投给谁 何俊怎么评呢 从哪方面评 评 牛牛是美颜盛事 也就是我这一对的 哦 李老师 我妈妈喜欢你 那我太了解 李老师 我妈妈喜欢你 是吗 吴贵费还跟你伴舞了 这可怎么 我全家都喜欢您 最重要我不知道谁是谁 但我还是客观一点吧 为什么到我这就客观了 真的 我们上台领奖吧 走 走 上台领奖 是时候我是史初杀手锏 李玉岗老师 在下一个游戏 你要加入的是我们光芒 也就是蔡文静这队 你选谁 你是他们队的吗 我是他们队的 我们队的 你是我们队的 你们队的 来 快上来 快上来 我们是队友 我们队的 我们队的 别平了 放过我吧 放过他吧 没事 我们通过这个环节 就是表现的李玉岗老师 毫无原则 毫无原则 不是 他人非常善良 不想伤害任何人 很客观的 大家知道呢 在国风音乐当中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非常流行 就是会加入一点点 这个说唱的感觉 那下面呢 有一首很厉害的歌曲 是调皮的说唱 和优美的国风碰撞了一起 我们之前呢 涛涛和白露 去找歌曲的原唱本人 为龚琳娜老师 进行了一番请教 我们来看看 当时的情况 来 请看 国风唱法之 国风说唱 常常以洗脑神曲出圈的 龚琳娜老师 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 创作出了许多魔性歌曲 最近一首《地江混沌》 再次火遍全网 为了详细了解这首作品 大白银拍出了海涛 白露 专程拜访龚琳娜老师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龚琳娜老师是这样的 刚才我就是也听了一下 整个说唱的这个舞台 其实一次一次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们知道 龚琳娜老师的这个嘴皮子 是很厉害的 就是有自己的这个修饰技巧 并且每一首歌都灌输着 这个非常不同的感受在里面 其中有首歌 必须要向龚老师 好好地探究一下 我说出这首歌 这首歌我汗都出来了 很忐忑 这首歌名叫《地江混沌》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想做的一个专辑 是关于《山海经》的 然后《山海经》里的第一首 就是《混沌》 混沌它开始什么都没有 就蹊跷都没有 所以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 《地江》的这么一个故事 《山海经》里 所以我就想怎么样通过一个歌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所有的人都来唱 然后就可以激活我们《山海神话》的故事 和这个做人的道理 原来是整个有一个故事才是 对 郭老师 我有个问题 因为这两天我疯狂被这首歌洗脑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好唱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这首歌的唱歌的技巧在哪里 一口气要吐这么多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这首歌一共是3分04秒 整首歌有838个字 相当于一分钟270个字 就更厉害的是 你大概一秒钟得唱四个半 所以这么说完了 大家就觉得这歌就会更难了 你们觉得它最难学的是什么 或者你们想学哪一段 这样 我们今天就学一个点睛之笔 我知道 一二三 这个是因为我在唱的时候嘴巴僵住了 我想放松 我本来没有安排这个的 我就唱着唱着嘴紧了 放松不了 所以我就打个嘟 结果我发现这个打嘟嘟吧 在这个里面还起到了一个效果 我就把它留下了 这就是艺术 你看 这是艺术 故事我们也听了 歌我们也唱了 道理我们都懂 我们就回去背词去了 好 加油 我们回去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地江混沌是一首特别有趣的歌 它也有嘴皮子功夫的难度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唱 你们试着挑战一下好不好 加油 下面有海涛和我们的白露 带来完整版的表演 加油 哇 有舞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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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天山有天山 美 天山天山叫地江 地江地江是混沌 那混沌顿混沌顿顿 转入荒乱吃肉带火 天山天山有天山 那天山天山叫地江 地江地江是混沌 那混沌顿混沌顿 混沌顿 混沌顿混沌顿 混沌顿 混沌顿 每个人都有非热 有敌有烟 很方便我也都混沌 无碎无碍无碍无碍 只肯连鼠和护士困 人的朋友想帮助他 早开清晓 早开时间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找出追追 找出耳朵 找出闭口 找出音音 找出请教 不论一地零无碌 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我为什么 灰热死开了清晓 灯热死心一鸣无碌 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你为什么 灰热死希望我能成为毕业 看一看就看是别干 灰热死心一鸣 疯狂 可以耶 成功 80%是准的 很厉害了 大成功 对不起各位 厉害 厉害 来掌声给他们 厉害 首先要来挑战的是来自光芒队的 张新诚 我直接来吗 我第一个 新诚来了 新诚是我们队的是吧 对我们队的 不要害怕 最后就有一种烧开水的感觉 就咕嘟 好不好 唱出氛围感 来 唱出氛围感 好 来 加油 来 预备 有天神 天神 天神 叫地匠 地匠 地匠 是混沌 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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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罪 有耳有鼻 有眼和方便 我有多混沌 这颗脸是混沌 我是混沌的方向 蒙住他 nd O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造出三顺 遵守耳朵 造出神 Auf 造出今的一名 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我为什么 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我为什么 会如此看来即将丢了自己 一名呼呼 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你为什么会如此 希望我能成为别人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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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妈呀 好 这是张欣诚的挑战 中间的破音 让人印象成歌 接下来是来自盛世美员队的余晓彤 请上场 加油 到你了 没跟我说这个 这就是玩即兴的 就跟着他唱就好了 余晓彤挑战 开始 一江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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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多呢 一江地江 是不是多呢 我 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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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 混沌 我 我 真可怜 帮助他 大概 一点 一点 四点 五点六点 我 我的眼睛 我接下来一米五 我接下来一米五 救救我 救救我 为什么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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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 我 我 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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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 还没玩 混音 我觉得晓风那个救救我 特别真实 我怎么感觉你每一句都跟上来 因为尾音我都听到了 余晓彤 可以说是这场的精髓所在 本来我是想请李老师来 在他们当中选一个表现的最好的 他 对张庆诚肯定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环节不如改成 一起向龚老师道歉 一起齐声寒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 今天李玉刚老师还带了一首 他最近非常热门的歌曲 叫做万江 这首歌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而创作的一首国风歌曲 那今天张星成也会和李玉刚老师 一起来演唱这首歌 同时特别要介绍一下 我们弟弟丁程鑫 也去到了我们万江MV的取景地长城 要隔空和李老师和星成 一起来完成这个精彩的表演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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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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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队必须用电子上的全部词汇 在指定主题下轮流完成一首打游诗 并在老师的点评中学习如何进行诗词创作 我们接下来请出评审老师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语文老师 董滕老师 有请 欢迎董老师 好帅啊 老师好 董老师他是人民日报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签约作家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董滕老师的语文课堂 董滕老师让你懂语文 老师好 老师好 想问一下 这些词语不是您挑出来的是吗 是的 这些词都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古风歌当中的高频的词汇 比如说这种一代将军还有这个天下 有一首知名的歌曲 叫做天下 叫做天下 吓死人了 压死了 穿过了人群 他过来跟老师握手 他以为是董老师的粉丝冲上来了 有这样的一个字在古风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 在那里这个字叫做商 商 离商 商这个字经常出现 离商 情商 爱商 见商 但其实这都是一些错误的用法 商这个字的本意是夭折或者意外身亡 那你看离商 情商 跟这个字的意思都组合不到一起 所以呢也有很多人诟病 说现在的古风的作者都是一些不太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人 都是一些瞎写的 但其实呢我个人的观点是 语言文字的变化本就是随着人们的使用而逐渐改变的 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开放宽容的心态 来迎接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我们的古风的歌曲的创作当中 这样的话古风歌曲它会越来越蓬勃发展 说得好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你就是你 何须浅碧青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相信自己 你就是最棒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老师为很多的国风的写词的爱好者正名 好 我们谢谢董老师说得太棒了 谢谢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分组的情况 第一组是 我 黎玉刚老师 加油 好 宋雨琪 加油 加油 来 我们队派出的是 娜娜 加油 龙俊峰 有 好 好 一分钟计时开始 开始 宋雨琪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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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 我站在那个游戏 好点 好 李老师好拼 李老师好拼 李老师战斗力太 李老师跟娜娜就跟那四个过不去了 其他大圈世界都能在管的 这个游戏是个死循环的循环 现在紫色好多 好 宋雨琪加油 宋雨琪加油 现在一个人牵制住了两个人 太狠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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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快 快 牛牛快 快 牛牛快 牛牛快 快 快 再控制住 再控制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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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个飞扑 现在一个飞扑 牛牛 快 互助 互助 这边 四 三 二 一 停 停 太紧张了 一二三 四五 我们赢了 紫色才五个 辛苦了 老师 你太棒了 我刚才这是紫色的羊 我才放弃了 宋雨琪跑过来 跑过来她两秒钟全翻过来 那她在干什么呢 她在翻 她第三个 宋雨琪你好像蚯蚓 你好像蚯蚓在松吐 而且宋雨琪的动作幅度特别小 她巨快无比她那个手 我刚才去压制住那个李老师的时候 我看到基本上都是紫色的 是的 我想压制住她以后再转位 都是我 好 现在呢我们黄队的六位 这是你们用到的所有的词 我们第一题的那个主题是 减肥 好 下一位 这不是减肥吗 你们讲的完全没有减肥的事啊 开始批评自由 就靠你了 大姐 现在那点是一笔定钱坤 结尾对手是最重要 足章显至 写完了 期待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们来看一下 翻开了之后 你们每个人念自己的那一句啊 来 准备 好 3 2 1 哇 真羞使人垂涎 真羞 又是一岁春风真难 将军衣带见宽 真妙 断成游子思佳 真情 柔记对镜青丝 真帅 拉回主题了 天下肥瘦继承 陌露 完美 给董老师整不会了 我给你解释解释 董老师说这说的是个啥 你在哪一句不会 我跟你解释解释 董老师看了一下说 这首诗真棒 我可以说句心里话 我能说句心里话 超过预期 我真的觉得有东西 这有点东西 对 真是这样 我一下子有压力了 好厉害 好厉害 好诗 董老师 来解释 这首诗 乍看 有一种三句半的风格 但是仔细品味 其中的奥妙颇多 真羞使人垂涎 听起来平时畅小明白易懂 然后提到了将军衣带健宽 老师为什么跳过我了呢 这是我的职业操守 没有什么可点评 我为什么被跳过了 因为老师也觉得第二句真难 对 但是到最后突然间变成了肥兽 这个不精准点在这里了 你是和肥成了末路 但不能和兽也成末路啊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兽字调整一下 老师为什么就揪着我这句不放呢 在评价一个文章的时候啊 自己感触最深的那句 往往是评价最多的那句 哎呦 又握手去了 所以这首诗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我能给出七分 七分不错了 很高啊 很高了 老师应该慎重一下 没有给攻坚是吧 漂亮 漂亮 本来还想调调事 说六句里面一定要删掉一句 老师删哪句这种事 不挑事了 不挑事了 删一句 删一句 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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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删一句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何必问呢 哎呀都是杰克的歌迷 大家不要这样嘛 对不对 不是老师我有不同意见 因为他们的主题就是探讨这个减肥问题 我认为最后一句才最后扣题了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一瞬间 一会儿我到后边咱们再来一遍 我们接下来是第二组三对三的对决 加油 加油 可以的 加油 比赛时间为一分钟计时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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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一个导弹鬼 拿来吧你 有有有 好 好 现在非常非常的焦灼 最后一颗要放下 最后一颗要放下 好 抢 抢没有用 到最后要看那个颜色 好不好 我们还是都铺开 好 那个死的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文静一个亮气 把自己给绊倒了 好 还有二十秒 还有二十秒 快 就这一顿保住了保住了就行了 就这一顿保住了保住了就行了 最后的时刻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停 停 文静静 温静静 静静瘋了静静 紫色是十一个 黄色是九个 我们恭喜 李希腊那队 获胜 好 十一个词 我们要用 好 重复了你就拿走就行 珠沙有了 好 长沙爱情故事 黄老师 你这个珠沙最好弄 他们说 对 这个最好弄 昨天把珠沙了 怎么了 老师 老师 怎么了 老师笑的 刚才我做了一首诗 老师给跪了 我折伏了对不对 我折伏了 终我服了 好 我们第一个是蔡文静 写吧 加油 蔡文静非常快地完成了 好 来 杜树去了 去 加油 好 杜树 你不知道字怎么写吗 那我问了一下 就是有一首诗叫 春江花月月 然后那是谁说了一句 叫孤篇压全堂 为什么老师说的 你最后一句拿掉 就是说 你最后一句 可以顶一百句 刘振云有一个 叫一句顶一万句 真的 我觉得就那么爱恨 就在这一瞬间 对 爱恨就在这一瞬间 对 你这一对月 对 就情就似了天 情就似了天 就似了天 是不是 对 那个语气就必须得强调 就在爱恨就在一瞬间 然后举一杯对月 对 对 杜树 我可以期待你的吗 我觉得还是抱着平常心 因为说实话 我这四个字摆在这儿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我过了一遍啊 就是给我的路还是 我懂的 我懂的 哎 看一下何老师的这个状态啊 就回来吗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好 好 前面五句找不到蕴角 找不到蕴角 我们的诗有个特点 能看出十六个人写的吗 我们来给老师看一下我们这首诗 每个人来念一下啊 董老师 不用那么痛苦 你坐稳了 我必须要看吗 董老师平常心啊 平常心 来 开始 好 来 从文件开始念 几多缠绵走红尘 终觉错付叹一声 看尽桃花等君来 回眸一眼朱沙泪 烟雨繁华 香中花 是香菜中的菜花是吗 烟雨繁华 酒菜花 来 听听董老师的点评好不好 好 我要努力保持住我的职业操守 首先两句啊 前两句 几多缠绵走红尘 终觉错付叹一声 一个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挨碗缠绵 忧怨多情 不愧是励志夫妇 然后 中间两句 看尽桃花等君来 回眸一眼朱沙泪 虽然有朱沙泪 但依然能够等待对方到来 在悲痛之中有些乐观豁达 涵盖了苏东坡的风格 最后倒数第二句 倒数第二句呢 烟雨繁华四个字 非常的美好 因为这句抽到的这两个字 她就需要用烟雨和繁华 老师我要再拿一个 我只要说一个字就行了 然后 突然间在烟雨繁华当中呢 出现了香中花这个女主角 在我听起来 应该是口音的香中花 所以最后这三个字呢 平凡当中带着朴素 最后一句最漂亮 既符合了主题 又寓意了自己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 就是牙子和媚陀能够白手到老 老师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问你 就是说这首诗你在八分和九分之间 你选几分 对 八分 还可以 好 谢谢董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下载陶特APP摇一摇 十品生鲜 百万件九块九封顶 提醒您稍后看点 我们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 精美的国风乐器小礼盒 那今天呢最后获胜的队伍 就是我们的光芒队 我是宽德大北云首线合作伙伴 陶特APP摇一摇 十品生鲜 百万件九块九封顶 提醒您稍后看点 我们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 精美的国风乐器小礼盒 欢迎回到 欢迎回到 由Vivo冠名播出的 快乐大北云 Vivo S10系列手机 自然 柔光元像 照亮我的美 好的 今天的国风音乐节 收获满满 那今天呢 最后获胜的队伍 就是我们的光芒队 我们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 精美的 国风乐器小礼盒 现在有请盛世美颜队 来为我们颁奖 恭喜你们 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 谢谢你们 好漂亮 真的好精美 好的 在这里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地 关注我们的民族 自己的音乐 让国风音乐发扬光大 也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我们李玉刚老师的 《万江三部曲》 之前歌曲 《万江和赤林》的 《2021交响乐版》 已经上线了 那么他的三部曲 最后一首作品《中国潮》 将会在9月27号的时候 如期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 微博冠绵播出的 《快乐大银》今晚的全部内容 微博X10系列手机 自然柔光人像照亮 我的美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有我们张星成 和我们蔡文静主演的 《光芒》 还有有我们 牛俊风主演的《婆婆的卓子》 同时也多多支持我们 余晓彤 白露 和我们宋雨琪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节目最后 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 如果你快乐的话 要看《快乐大本营》 不快乐的话 更要看《快乐大本营》 大家不要走开节目过后 会有精彩的节目 下周六晚8点20 我们不见不在 《煙雨繁华》 《香中花》 《香中花》 《拿子媚陀》下班了 ・《煙雨露》 《烙雨雪》 《你这天》 《香中花》 《加辰》 《香中花》 《忙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